看到沒有 都已經丟車了 你還沒去婚修店家跟按讚嗎 快去啦 把小鈴鐺開開知道嗎 不過快點去 還在那裡 我們大人都說話了 還不快去 在那村地的時候來到草山蝶蝦這裡 真是很影響 因為這個時候有在長大區的海蝦花 還有四處都是汽營營的美景 哇 很舒適 為什麼這裡的叫這個蝶蝦呢 是因為最早以前這些蝶蝦運動的時候 有形成眼色糊 媽媽這個顏色糊就變成蝶蝦 然後有人來這裡睡覺的時候 看到這裡有蝶蝦還有蝶蝦 所以就把這裡叫做蝶蝦 這條路走起來很舒適 而且你看這個蝶蝦還有水純 這樣水流 這水很清潔 很清潔 很清潔 對 這水還很冰 有夠冰 這個夏天來走一定很涼 對 這條就是水車流泊 水車流泊 對 你會常常來這裡走嗎 這條路我常常在出水流 所以是來這裡散步運動 沒有啦 這是要去我方向的路 所以是要去造型嗎 對 辛苦了 但是沒關係這環境不錯 對啊 涼 涼涼涼涼 這裡很清潔 對啊 可能這是酒頭村 對啊 這就是以前的水車流泊米 泊米金 泊米金 對 以前用水流泊米 泊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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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 80年了 這酒頭都是原神耶 對啊 這是以前老的 所以 以前這裏有米粉嗎 對 這就是以前米粉的基礎 自己這個 因為有些古的東西都補了 所以做一個以前古的 像米的所有的零件 對 對 就是一個構造圖 讓你自己去想像一個圖片 我看到這個有這個茶 這可能是以前美咖啡的東西 以前的東西 這樣說起來 所以這裡以前種很多米的 對啊 以前就是種很多米 所以我們地方有 這裡有蓬萊米的故鄉 這個名字 以前日本時代的時候 日本人要過來我們台灣 所以在台灣很多素材都市場 在我們這裡有的這邊 他剛才發車仔仔的時候 發出來是最好的 所以他這裡的大量在這邊 經營這樣 這樣不簡單 因為應該是說這裡的土 或是水質 或是蓋子有適合就對了 對對對 以前我們家的 我們阿公那台 也是都在做這種的 就發車仔仔仔 是賣手才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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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什麼啊 這就是收雞花 喔 大顆大顆的收雞花 對 我們以前的人在說 我公火就是 就是 我公火 對 就像我公 對啊 很大塊 但是收雞花很漂亮啊 對啊 對啊 這看起來很細長 這差不多 做幾年了嗎 這種細長 大概三年至五年的時間 這細長的就要三年至五年 對 這也是嗎 對啊 這也是啊 這差不多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啊 對啊 所以他差不多 比你更高耶 對 更高啊 哇 兩百公分有了喔 有喔 哇 你說這就要做二十多年 不就是爸爸 爸爸那時候就做了 爸爸就做了 對 做了我們這裡 他過了之後 換我來過 所以說喔 這收雞花是跟你長很多大閃 你這樣說喔 不是 比較沒有啦 我比較多 是喔 你看起來很年輕啊 對啊 哇 我看這張唱也很特別 對啊 這就是日本紅飯 哇 這個很像這樣看 對 對啊 這是你小時候就有的唱嗎 這差不多 對 小時候 爸爸的那個年代就做了 嗯 對 哇 我覺得在那圈裡面啊 有這條酒頭也不錯耶 對啊 每一早走我們也在這裡睡啊 在這裡睡喔 對啊 這裡比較冷對不對 對啊 在酒頭 這裡有沒有睡在這條酒頭上 是喔 對啊 你有乖乖在這裡看爸爸媽媽這樣 這樣有沒有 沒有啦 我們也黑白走 我們黑白順 黑白順 對啊 他們怎麼有這麼多會掉 所以你說要白酒頭啦 或是白酒頭啦 都也有啊 白館白隔 對啊 所以這片的圈子就是你的遊戲區就對了 對 對 這整個都是 這燒酒火這裡已經有開了耶 對啊 哇 這是雞仔市的 對 對 我印象當中啊 我有去洗過那個火池 我有一天想要買燒酒火 結果 老闆跟我說你不要買啦 他說燒酒火 可能我顧起來比較難顧 因為我看起來就很難顧 對 所以這燒酒火是不是不好照顧 比較不好照顧 因為它比較重水分 因為我們 站到這邊的環境 早上到晚上都會開夢 是 所以我們大夢的時候 有那種漏水 漏水 對… 它就會開始墮 所以大了才會這麼快 這樣 所以說這燒酒火是很適合 在那裡獲得這麼生長的嗎 對 哇 所以這片這樣看起來 到時候大開的時候 這一定很漂亮 對啊 這裡都開到慢慢的 慢慢的 它差不多開多久 一個月有嗎 差不多開兩個月就有了 開到兩個月 頭月啦 頭月兩月 來到湧民山超山夕 有一個地方一定會來 就是… 喔… 這裡 小油客 喔… 有看到嗎 看到這個 讓它這樣… 瘦一腳去這樣 心肝這樣 心臟噴噴菜嗎 這就是湧民山 這裡是一個火山的一個精靈 就是說 我們整領的超山 就是一個火山的地形 這個火山喔 應該是不會要勃 Richards 但是呢 還有一些化學的東西 在那裡pose 還在作用 還有裡面噴噶噴噴噴噴噴… 所以說 來到這裡 你要看見 보이는像 立凜很近的地方 你就要看見那個 поэтому 有嗎 站在這個台豬田的面前 我覺得我們人真的很小 很渺小 所以我們對這個台豬田 要有三分的境遇 三分 四分 五分 六分 七分 八分 九分 十分 要有十分的境遇 在這裡就感受到那個燒氣 這個燒油茄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呢 是因為以前有工人在這裡採流風 採流風之後它就會在這裡煮 在這裡煉 煮起來的水就是黃 柔柔 所以就把這個地名叫燒油茄 我這裡也能夠有燒油 不然我們來煮雲茄好了 來進行一個三比八的運動 煮雲茄 小孩的時候還是聽你的爸爸媽媽說 今天我們來雄明山來炒山煮香水 我就很高興 來的地方就是這個煉酒雲茄 所以說這個雲茄 可以說是我臨性中對雲茄的第一印象 這雲茄是俗義的白鳳爪 所以它看起來有感覺很像無零食 那我平起來的皮膚真的很特別 在我小孩的時候 粗粗的醬子 我不可以吃太燒 覺得這個味道 好像有別人發臭味 所以我感覺怎麼會這樣 如果慢慢煮我就會慣勢了 有待會兒進雲茄後 跟你家的包裝 或是甚麼 有等我的雲茄味 我就覺得很舒服 小孩其實來進雲茄 是北來吃頭的 來搶水的 現在又怎樣 來進雲茄 或是來補皮膚的 最重要的事 可以後來皮膚 現在不舒服 一定有Youtube 沒關係 來二讚 分享 又是甚麼 訂閱 又是小叮噹 我們是小叮噹 我們是小叮噹 是小叮噹